城南骑摊有一个草帽哥擅长走顺炮 打遍骑摊无敌手 王铁锤听了之后前来挑战 也就是踢摊来了 这盘棋杀得非常精彩 尤其是王铁锤最后一步棋 直接气得草帽哥把棋盘给掀了 不跟他玩了 打回正单我们来看这盘精彩队局 那既然人家擅长走顺炮 肯定是王铁锤先走摆了个中炮 然后呢草帽哥顺炮 王铁锤上马 对手上马 王铁锤出直距 那草帽哥高横距 王铁锤没有兵三精役 他选择了一手兵七精役 那是横距过弓 上马 走到这儿 更多的是跳正马 那黑棋选择了一个直接进距 可以说是来者不善 气势汹汹 下一招这就要平距压马了 王铁锤未冲锋 先高居 你要压马呢 他就退炮 那黑棋就挺足活马 攻击高居 下一招又准备对兵活马 然后呢 盯入黑棋的这个七路线 那如果说冰一队 盯入这个马了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他就没有跳正马 选择了一个跳变马 这个棋还是应该要跳正马 因为双方啊 斗炮的开局 双方中路是争夺的一个焦点 你跳个变马 这个中路呢 只有一个马来保护 显得太薄弱了 王铁锤就选择一手对兵 你如果吃掉 他一吃掉 那你这子啊 都受到牵制 所以说呢 他不着急吃 他先平均 压一下 那这个红棋呢 也没有选择退炮 这次啊 他改成了一个高炮 因为你这个棋 你如果说再退炮 他有一个呀 浸泡 你空气如果说 刚才走一个炮爬退役 飞旗啊 还有一个高炮来牵制 反牵制 磁牵牵牛 那飞旗呢 又走了一手 炮二平三 下一招啊 准备打兵 打着鞠 打住马 那铁锤也不客气 拱过去 转在一手出鞠 王铁锤 转在一手退炮 你要是吃炮 这边平炮一打鞠 你鞠躲开 踩出鞠了 那这样的就逼迫着 黑旗要一鞠换双 你要是敢吃炮 他没有吃 等着一手高鞠来吃冰 那这个冰过河呢 控制住的马 肯定不会随便给你 平鞠保入 那黑旗吃冰 来对鞠 他只能对掉 这样交换完之后 现在呀 这边吃着冰 这边打住橡 你如果说补个橡 那他可能啊 就把冰吃了 你一橡泡 这边也吃满 那黄铁锤在这里 走的呀 非常凶惨 平炮 大胆弃象 其实呢 是按抚了这个机关 这个象啊 是不敢吃的 实战的这个草猫哥 不信邪 他就把这个象给吃了 吃完之后 马上呢 下一招 红鸡就有一个退居 说死炮的心 炮退不了 左右走不开 就把这个中炮拆开 瞄住这个马 这个马丢了之后 这个炮也没根了 先飞一手象 那就交换掉 这样你如果说吃炮 红鸡象炮 交换完之后 虽然说多吃了红鸡一个象 但是红鸡胜 剩鞠马炮 退居呢 剩鞠双马 一个鞭马不干活 一个七路马呢 被这个兵给盯住 也上不来 那很明显的是红鸡大优 所以说呢 他不敢直接交换 选择了一个品鞭炮 那红鸡一退炮 形成一个弹子炮来防守 你退居啊 也杀不进来 下一步又要冲兵来欺负这个马了 红鸡先补一手象 红鸡就往下冲 回个窝心 红鸡先抓一下炮 把这个炮啊 给你捉死 你往哪里走呢 哪里都走不了 只能拼一步 退居再捉 无路可逃 可见一开始我就说了 这个象是有毒 你是不敢吃的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跑不了了 就进去吃象 红鸡呢 也没有上马来 保这个象了 直接就把这个炮吃了 让他把象一吃 红鸡来选了一个马三尖 那明知道吃中鸡 被人家 先手踩一步居 又扑马卧槽了 那也只能吃 要不然丢死红鸡还这么多兵 更没法下 吃掉 让红鸡顺势 一踩锯 下一招要去卧槽 退居 马四尖二 要一招致敌 赶快把卧行马跳出去 来一将 上来 然后选择一个炮八瓶六 这边是沙琪 你这个老将往哪边来呢 往这边来 正是一个炮口 你往这边来 再一瓶炮 也是不行 此前想后啊 好猫哥还是把老将啊 看到四炉来了 红鸡 定居一将 让老将 然后啊 高炮 下一招 冲炮就绝杀了呀 这鸡 定居拦住 他吃住炮 那就在这个时候 王铁锤呀 走出来一步高招 这步高招一走出来呀 气得草帽哥 直接掀桌子 不跟他玩了 太气人了 什么气呢 突然间呢 王铁锤呀 来了一招 退居吃居 哎呀 这招气可把草帽哥给气坏了 喝到你嘴里来吃你 关键你不敢吃啊 你吃让开位置 这么一虫帽是个杀 你不吃 人家要吃你 你还不敢逃 逃的话还是虫帽杀 你说这招气人不气人 嗯 草帽哥掀桌子 我觉得也是对的